是不是像高架宇所说的一师五命 还是说一师七命 除了北北鸡桃竹之外 还有其他两个人会是谁 也会被牵扯出来呢 另外还会谁来陪葬 我们就来看到这个林志杰 是不是全场真的现在 全部硬起来要来坚挺他了 不换将就是不换将 那民进党真的可以执嫌吗 还是说恐怕不只是一师五命呢 我就来看到在昨天下午呢 林志杰到了总统官邸急伤 包括有谁来呢 这是近新闻所看到的 记者拍到的 包括了郑文燦桃源市长 还有林志杰以及立委柯建民 秘书长林锡耀等人 他们去了总统府呢 关的总统官邸去讨论的桃源的险情 那么在这一场的会议当中 就定调了就是力挺林志杰 全党要来救一人 也不讨论换间 但是因为之前党内有这样的声音嘛 就是好像有人就是党内觉得说 是不是这个时候应该要把林志杰换掉 但在这一场的这个 总统的召开了这一场的这个讨论当中 就是不讨论换间这件事情 那林志杰的办公室呢 也有回应说林志杰呢 是向总统报告论文事件的来龙去脉 那么总统听完之后呢 认为说应该以证据为基础 向各界来说明 好 问一下亮哥了 是不是呢 现在是真的全党要挺全力的来救一人呢 这一人他本来是可以毁全党的 那现在全部是要执行吗 还是说是现在整个定调是这样子 你听他这样讲 你就知道他要挺他到底 他说要继续证据对不对 那林志杰到现在有出示过证据吗 没有啊 他是他的陈述嘛对不对 他弄了六千字嘛 陈云东弄了四千字嘛对不对 那我说最简单的证据就是 你email怎么会不见呢 对不对 他说email是因为他离开了学校嘛 然后那个账号不见了 对不起 台大说他们的所有的学校的email 都会永久保存 对嘛就是不只是台大 其他学校也是啊 就是说像比如说念的正大 像我念正大 就一辈子他的这个email是永远都可以 那事实上在最近二十年 大家都知道嘛 你跟指导教授一定会有往返的来喊嘛 对 所以email会留下完整的记录嘛 那不就可以证明你确实有在写论文吗 写论文这件事情 怎么会只是透过email呢 因为通常我们写日文的时候一定会用usb一定会存下来嘛 事实上他有没有自己去上课 现在都还很耐人寻味了 所以这个论文到底是他写的也是个问题啊 不是啊因为也有听说 那个曾经有助理来帮他做笔记啊 所以他是不是有去上课啊 这个都有待试证啊 不过基本上是这样啦就是这个事情是一帆两顿眼的事嘛 连错字都一样 然后有十几页雷同 那这个不是很容易你就说明这一点就好 我都公开讲好几次了 我说为什么会错字都一样十几页雷同 那你就给我解释这一点就好了 你其他就不用讲一堆啦 他说他是原创啊 原创 问题是人家比你早毕业啊 他只是把资料给了人家 而且他是好心给你现在呢 我跟你说啊我知道他现在在谴责余正煌啦 因为他们绝没有料到余正煌居然会出个声明 他本来是想说余正煌大概去审查会 那因为是闭门闭门会议嘛 所以余正煌出来他到底在里面讲了什么 没有人知道嘛 那到时候就各说各话 哪里知道余正煌个性这么这么正直啊 还写一个声明 那个声明真的是把他害惨 我们等一下也会来讨论一下余正煌有写的这份声明 他为什么会这么的勇敢还是说 他其实是为了换卫他自己未来的升迁也好 或者说他现在在念博士嘛 他的博士的指导教授也是陈明通啊 对啊那这就惨了啊 我跟你讲这个绝对不是为了自己的升迁啊 那可以可以换教授吗现在 我跟你讲我觉得他就是豁出去了啦 豁出去了 事实上这件事我很早就知道了 因为我认识满志刚 满志刚很早就跟我讲这个状态 可是我就说基于保护他啊 还是让人家一点时间吧 那结果余正煌大概 两个多礼拜都没有声音嘛 对不对 那很多人都认为他被搞定了 满志刚那时候就跟我讲说他绝对不会 说他个性很正直啊 后来证明就是如此啊 好我们等一下来讨论 不过我比较想要问一下亮哥 就是说你跟民进党比较熟嘛 那因为党内出现了幻肩的声音 因为有一些人还是觉得说在这个时候 你又讲又讲不清楚 那是不是会像是高嘉宇说的一师无命 北北基桃竹啊其他的 县市首长的选情整个全部崩盘 被受影响 但是呢我们看到林志坚他其实呢 也蛮有自信的 为什么呢他今天说了一个说法 他说党内会出现幻肩的声音 是因为这是国民党制造的假议题 他用篮球比赛来做一个比喻 他说呢这些在篮球比赛场上 得分的选手往往会被对手严加防守 甚至有时候呢会被架拐子 所以呢他就说 国民党就是希望这个选手 是这样的下场 所以他其实也蛮有自信的啊 他觉得他自己 这是林志坚说的 他说是得分的选手 会被对方严加防守 他很有自信啊 他哪里得分啊 因为林鹤平说他这个论文会得分嘛 可以加分啊 我跟你讲啊 换迁这件事事上 连有一些1450都直接写出来 就说党内好像有一些 人觉得这个棒球场论文 这个连续发生确实有一些问题 然后后来又通通删文 这个绝对是当然有过这样的现象 高家瑜难道自己掰吗 那高家瑜难道是国民党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王世坚今天接受访问讲了 这个最好的金句啦 重复他一下啦 他说论文是品格问题啦 球场是能力问题啦 那一个人如果没有品格 没有能力 还可以当选 那这个还有天理 那是党内的人士都这么说了 还有天理吗 你去想一想 那为什么你说会联动多少 你刚刚讲北北鸡桃 竹就有两个 对 那竹如果两个加起来就六了 不是吗 就六个 还有哦 还有包含的蔡奇昌哦 台中哦 对嘛 那就七了嘛 还有他自己的指导教授 我跟你讲 民进党的本质就是民调党 嗯 就是这个一定要 造成相当明显的民调下降 比如说我举例啦 事实上我已经看到一个 就是沈慧宏的民调 新竹市的民调 最近有人做一个嘛 大概三天前 沈慧宏立刻调到第三名 那沈慧宏当然影响了 这个球场问题啦 第三名那总共几个人选 三个人选掉第三名 他本来是第一啊 而且才一个礼拜 那现在林根仁跟高宏才刚宣布参选嘛 那两个人都领先他4%左右 那4%已经是物差外了 这个就是球场效应嘛 而且他这个我觉得会有 我刚刚已经讲到就是品格跟能力嘛 对不对 当你品格跟能力都被质疑的时候 我跟你讲你7年 当市长所铺陈出来的光鲜的形象 就会开始被质疑哦 会被挑战哦 所以你过去7年的执政 现在就有一堆人开始挖啦 你知道吧 所以不只是球场这件事情哦 接下来像骨牌一样 一件一件可能就被挖出来了 所以说你讲这个叫业力引爆你知道吧 就当你的品格能力开始被质疑的时候 因为以前都保护了很好嘛 所以他民调一直在执政县市都一直 各种媒体都把它保护的很好嘛 因为新竹市坦白讲也不太有新闻啊 我们的新闻都在双北嘛 对不对 所以当你的品格跟能力都开始被质疑的时候 你过去执政7年的点点滴滴啊 人家就会开始挖嘛 所以挖再下去 那个冲击会有多大 很多人当然就会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嘛 你才一个礼拜 沈慧雄就掉到第三了 那民进党那也没有做林志坚的吗 还是说现在不敢做 做也不会跟你讲啊 我跟你讲这个 你跟民进党比较熟啊 我刚刚不是一开始就跟你讲那句 因为这个事情才刚发生嘛 事实上只有一妈好嘛 妈妈疼妈饱嘛 这样你怎么听不懂呢 而且不只有一妈还有磕霸 现在是一妈磕霸宝妈饱嘛 因为是在第一个礼拜嘛 现在刚发生 所以一妈磕霸 笑命命啦 你知道吧 所以你看郑云鹏也不想讲话 郑云鹏不是苹果做了一个民调 说是我换签 郑云鹏有在 郑云鹏他有在脸书上 也是有挺林志坚啊 是啊 对啊 因为苹果 柯建民跟那个郑云鹏 只有这两个人挺他而已啊 其他党内 澳湾其他人没有什么声音啊 不其他也跟他无关啊 事实上大家问的就是桃园嘛 现在最明显挺他的 就是郑云鹏跟那个 楊家良 那楊家良是四亿员 那两个都是偏新潮流的 事实上新潮流就是支持他 非常清楚 那现在明显就是表达 参选意愿的就是郑保卿嘛 郑保卿就把握所有的机会嘛 那郑保卿应该会很希望换肩啊 对可是这个声音 他一个人没有办法出得来啦 一定要 我就跟你讲 就是本质上就是民调党啊 民调决定一切啦 所以现在就要等民调 就意思就叫做 我敢说现在这个礼拜 会有很多单位都在做民调 所以如果这个民调出来 像新竹市这样的民调 到第三名的话 那林志坚往下调的话 那就有理由 事实上郑保卿有在做民调啊 郑保卿出来讲 因为他 他本来就想参选嘛 所以他就一直在做民调啊 他说 林志坚已经舒张善政了 旺旺水神抗菌液 他的成分呢是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他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 他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 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他一天用上好几千次 好几把次都没有问题哦 很好奇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底